西浦探访第五集 西浦以比利半岛 斗罗河古地 现代史乌 葡萄牙 基马拉斯古城 我们已进入斗罗河古地 古地向西 河水进入大西洋 西风带来大西洋的湿气 但又靠近地中海 又具有地中海型气候的特征 放眼望去 竟是葡萄 橄榄、橄榄、橄榄、橄榄 都属地中海型气候的 经济作物 来到当地一家农庄 他们的田园 都是地中海型经济作物 这应是属 斗罗河水域范围内 这应是属 成湖水形态 可以看到 斗罗河古地 两岸山坡上的民房 红瓦白墙 成串的沿山坡排列 十分美观 我们下榻此家旅店 我们下榻此家旅店 旅馆外的景色 旅馆外的景色 金黄色的 玛格丽特花铺满山坡 这是樱桃树 樱桃红印满枝 一眼望去 近视葡萄园 葡萄园中的防色 红白搭配绿色葡萄园 美丽而醒目 丘陵上的小村 很宁静 家家户户都拥有葡萄园 抖罗和古地的山地丘陵 散落许多葡萄园村庄 葡萄园的生产是这里主要的经济活动 葡萄园的生产是这里主要的经济活动 代表财富金黄色的马克力特花 开满了河谷山丘 斗罗河发源于西班牙的北部 切瘡花当岩与板岩为主体山脉 向西蜿蜒而下 经过无数酒庄与葡萄园 再切穿西瓦山脉 在葡萄牙葡萄港 入大西洋 两岸陡峭壮绿的梯状的葡萄园 错落期间的白色酒庄与教堂 具有两千年酿酒的历史 河关三色形成自然与人文融合的美丽景观 这些都是葡萄酒文物认证的世界文化遗产 葡萄牙葡萄与甘蓝树为大宗 造就了斗罗河河口城市波多 成为世界著名的葡萄酒 甘蓝油生产的积山地 斗罗河圆形大桥 由大桥看斗罗河 合办民家 在这三丘风力发电的风车下 有一座一对夫妻在1972年盖着石屋 一巨石而建 一巨石而建 仿效孟山都巨石村 巨石镇中盖房 独树一格别具风味 基马拉斯城是葡萄牙文化摇篮 是葡萄牙独立建国的发源地 葡萄牙文化摇篮城是葡萄牙三地 葡萄牙第一位国王亚峰树 英里基诞生地 眼下是吉马拉斯圣地雅各广场 广场中的圣母部教堂 圣母圣部教堂外的餐饮座 教堂大厅 国王的雕像抽象的创作 令人惊奇 巷弄中的小教堂 游客进小教堂参观 从右边进来 左边出教堂 这就是吉马拉斯城堡 28公尺高的城堡 王卫塔有千年的历史 15世纪时有加强攻势 这城墙有部分 如孟山都巨石村废弃城堡 以巨石而建的场景 谢谢观赏